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呢是收工回家了 今天就想录一个 卸妆护肤的分享 先把头发给扎起来 天呐 你看我的发际线粉涂了有那么多 我觉得我也不涂 他为什么给我涂那么多发际线粉 扎起来 看见发夹是个很可爱 我也洗个手啊 早上回来就会先用洗手液这样洗个手 手一定要洗干净了才能摸眼 这个颜色真的显得我很黑 而且我的脖子跟眼怎么是两个颜色 光线粉 这个发型真是绝了 哎呦我现在好像空挤了 接下来用卸妆油 因为我是敏感肌嘛 所以我的卸妆油也是那种比较 比较温和的 洗一点 我一般都会把它挤在手上 然后用脸上搓 我用卸妆油特别费 反正很快就能用啊一瓶 因为这个卸妆油它有点没眼睛 所以我一般都是最后洗眼睛 然后我又比较懒 我又不爱用那个 眼唇卸妆油 所以我会用这一瓶把它全部搞定 我打算洗完妆之后 先去洗澡 然后再见 哇我这个眉毛 我剃眉了 谢谢他眼睛 好洗完了 我去洗澡了啊 再见 一会儿见 我现在洗完澡了 然后呢我要敷一个面膜 然后给你推荐一个最好用的面膜 就是这个 可敷美的面膜 因为我过敏嘛 所以很多面膜其实都用不了 但这个面膜真的是我 一直一直反反复复回购的 不能说是唯一吧 但是我过敏一定会 敷它的这个贴片面膜 然后发了一条的冰箱有那么多 真的很好用 它是属于医用面膜 每次脸不舒服 或者觉得脸有晒到 或者是感觉过敏了 我就会敷一片 这个面膜真的是 不能说是我冰箱的唯一吧 但它一定是占了我冰箱的十分之九 特别好用 敷上了之后会感觉很舒缓 它就比那种一般的保湿面膜 针对性会更强一些 它这个里面的成分特别安全 是孕妇都可以用的 但是也因为它这个成分 可能比较特殊吧 工艺也比较特殊 所以它的价格可能会稍微比 别的那种就是国产的面膜 那种修复的医用面膜贵一些 但它真的贵有贵的道理 它真的非常好用 我那会过敏的时候 我在小路上搜 有很多那种国货的那些面膜 我全部都买回来了 可敷美的这个面膜 真的是我回购 回购回购 我都是那种成乡的 然后冰箱里皮真的很好用 如果是跟我一样 吃敏感肌啊 或者是皮肤过敏的时候啊 你们可以真的可以买它 而且这个面膜最早的时候 我是就有一次是过敏 有皮炎 然后我就去医院看那个皮肤科 当时是那个医生开给我的 医生其实一般都是看成分的嘛 所以他们开的面膜一定是很好用的 而且绝对不会有问题 买回来确实是真的很好用的 哦 还有就是这个面膜 它可以敷30分钟 因为是这种修护型的 可以敷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30分钟之后捡 30分钟到了 然后我现在要先吃个头发 因为我刚刚吃了一份鹅狮粉 我把这个地方把它掀起来了 所以这下面感觉 敷的时间有点短 再敷一会 行了就这样嘛 接下来 你们看我刚刚洗完澡的时候 它脸这边还有点红 现在是完全没有了 它真的就是修复效果特别扭 而且就过敏的话 你有的时候会觉得皮肤会起皮 然后很干燥 你敷完之后它整个就是很软 摸起来 真不错呀 哎我这眉毛 啥的青菜能长出来 无眉大瞎 而且我原来感冒 我今天说话鼻音有点重 你们不要问我为什么突然声音变了 因为感冒的 接下来呢就是 如果有的时候懒的话 我就直接这么睡觉了 也不会擦东西 哎好撑啊 擦个面霜吧 擦一个这种修复的面霜 好了 哎我这扣子怎么掉了 今天就到这了啊 拜拜